不管丈夫说什么 邹女士都不接受不相信 显然在她的心里 丈夫毫无信誉度可言 邹女士说 丈夫出轨的事实 已经让她气愤至极 痛苦不堪了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 在微信记录里 发现丈夫竟然也骗了第三方 撒了许多谎 在这些谎言里 她被描绘成了一个 不堪的女人 微信聊天的时候 我媳妇就说 也出轨了 这件事情是有还是没有 关于她的这个 没有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在那样的想分手情况下 又告诉对方这样一个信息 你是在向对方传达什么呢 这个是之前告诉她的 你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天呗 什么效果 我当时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的 刚开始说了 就是说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 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但是说要到北京去找我 然后我又跟她说 我说我回家了 然后我病了 就是想着说让她放弃吧 咱俩也没有什么结果 咱们就淡了吧 那这是一个事实 还又是一句谎话呢 又是一句谎话 就是想把这个事给了淡了 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不能这样 而要说你生病呢 开始以谎话开始 分手也要以谎话分手 因为这件事也骗了她 也骗了这个女的 反正是无药可救了 你说你不想跟人家联系 你说你想跟人家吊蛋 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那种谎话呢 要吊蛋的方法有很多 为什么要用那种呢 为了自己干不要脸的事 还踩着我的尊严 那件事发生之后 我跟她就挺离分 她不肯离分 丈夫背叛家庭 为达目的谎话连篇 践踏她的尊严 这桩桩渐渐 就像一根根刺 扎进了邹女士的心 她本想用离婚来结束这一切 但基于对家庭的留恋 对丈夫孩子的不舍 太犹豫了 过一段时间 说实在的 毕竟有两个小孩 我就有一些犹豫 然后她也在求我 我就说 那你要必须 满足我这三个条件 邹女士提出 要想不离婚 丈夫必须满足她三个条件 一心求和的方先生 是一口答应 可转过身 她就反悔了 说满足这三个条件 是千难万难 那么邹女士的这三个条件 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容呢 提的条件 她就是说 叫她跟那个女的打电话 为什么要跟那个女的说 因为我出轨 她才找着她 叫她把这件事诚信 然后打电话 录音给我听 反我一个清白 然后跟那个女的了单 为什么还要录音呢 你说你做了 我不相信呢 你说你拴掉了 是没有联系方式了 你拴出来微信 你还可以嫁回来 我不相信 第二个就是 因为这些年 她做了很多伤害家庭 伤害我的事 我要她从头到尾 回忆一下 写一份检讨 在这件事情之前 从前这些事 都没得到过解决吗 没有 一直都集园在那里 第三个就是说 她这件事 以后如果再犯的话 今生吃负这一内的事 这三个条件提出来 当时是答应了还是 答应了 因为我说了 我说你提任何条件 我都会答应 当时我就同意了 她答应了也不三受了 她那人就是这样 她还是访话连天 哪一条都没有做到 后来我也跟她解释了 我说第一个事 我真做不到 就是说我不想再联系 那个女的 录音没法继续下去 那是 现在我发现了 你是不想联系了 我没发现你 你想联系吗 好 我这么问你方先生 在她发现之前 你有没有很郑重地 跟对方说清楚说明白 我们从此以后 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你们两个人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达成 在她发现之后 没有联系过 一直就没有联系过 她刚才说得很明白 她要你打这个电话 是要澄清那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澄清 替她澄清一句 在你看来很难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 跟那个女的联系 我担心我的形象出色 可能正义的是如此 以后好旧情复然了 因为我怕跟她打完电话以后 对我自己反正就是说 心里边也有一种 就是说很对不起别人的 那种感觉 因为毕竟我气质 是的 你是骗感情的 我知道你发费了很多感情 你去啊 你要自由我给你啊 一分不就是了吗 还拖什么呀 有感情 我知道 你对我从结婚开始到现在 都是抒情假意 我也知道 这些年我自欺欺人 我傻 我认了 统统快快地抱自签了就行了 如果这第一步 让你这么为难的话 后面那两个 为什么她也说你没做到呢 她说让我手写 因为我当时是 用那个电脑打出来 划给她的 她就是起草的一个 保证书 打出来了 然后把她的拍照发给她了 她就是说 说我第一条做不到 什么都不要说了 那个保证书你看了吗 看了 那上完成了吗 她根本就没有那个态度 结果她一件事都没有完成 我是想着她第一件事 放不开那件事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 就感觉没有必要再 对 这就是她的态度 所以一直 老想着逃避这件事吧 我感觉我自己就是说 特别不成熟 有些事说了也做不到